你了解共產黨的運作就很清楚了 當對它有利的 就加大力度宣傳 好像雷鋒這些事件其實是誇張了很多 宣傳出去說這個一百死二百八虎 弘揚雷鋒精神 這樣結果很多 這個世界很多蠢人 是不是才是 信到十足 現在經過幾十年大家證明 原來雷鋒那件事有什麼事 大家上網自己查一下 我免得在這裡說 因為有國安法 但是當對它不利的 它就如何將喪事變為喜事 或者將喪事變為喜事去辦 這就是共產黨的特色 好了 當對它完全完全 一些喜事感都無法搞出來的喪事 天災人貌你們不可以當喜事 搞不住了 真是有死人 秘而不孫 按住不要說 等它過了一段時間 才公布出來 然後告訴它受到什麼影響 真是賴 因為美國佬最壞 抵制我們 還有因為哈雷瑞星剛剛經過 公民欠收 跟著說 嗨尿不出就是地硬 總之是賴推卸責任 千差萬錯 都是人來的錯 跟自己無關 千差萬錯都是因為這樣做到GDP 突然降低了什麼 不過誰人都想到事實是怎樣 為什麼不敢公布GDP 第三季GDP 因為肯定是跌到值 為什麼跌到值 封城 管空 第二季上海都已經本來 第一季上海有盈餘 知道全國 第二季上海都出現石子 第三季 肯定是石上架石 第二季建雄傷口 裂了少許第三季 簡直是大出血 就是動物爆裂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寧願不公布 寧願不講 第三季 你放心 會講的 等多久 等多久 等那些文人那些什麼 作文官 想到一個很好的藉口 他就會講的 但是大家要忍著笑 但是這個 正如我所說 這個一定是藉口 事實就是很清楚 那四個字是清零政策 為什麼GDP跌呢 清零政策就是這樣 我都說了 當清零政策和這個經濟的話 如果取得雙線成功 相關齊下都成功的話 這個諾貝爾想得主來的 不是開玩笑的 這件事 是不是 什麼資格哥學拍走一邊 這個天安門學派中的有心 就是中南海學派 真是傻的 就是這個 慢慢等 慢慢等 但是對於這個數字 我可以在這兒斷言 一定不靚 現在只不過是找藉口 還有現在這個數字 不靚之餘 將它調高一些 就是不想令它更不靚 就是一個醜女出來見人 隨便都要化化妝 沒有唇膏 沒有唇膏 找些花紅粉 都要蓋上臉上 有些少許血色 就是這樣的道理 就是 你看看中國的數字 看得久 好像我們這個 我們笑一笑的 不就隨它講 它喜歡怎麼講 隨它講 你不要幫它 幫它犯國安法的 你小心 你小心 是不是 我們一尊 我們習帝千古一帝 他說 清令期間 我們的經濟都是向上的 我都說 是不是應該拿中南海經濟學獎 這個沒得頂 你既然這樣向上 就交盤數出來看看 講沒有用的 你拿盤數出來看看 就是爭拗沒有用的 很多東西 不用跟它面紅耳熱的 如果這麽好 那條數一早拿出來給你看 清令的封城嚴格的 防疫政策之下的經濟發展 這件事全世界都在看你的 看你怎麽搞 第二 日漸見刀刀見血的中美關係 究竟現在你們想怎樣 即現在美國擺明立場了 就是看完你 保留朋友當然說了 你這樣說 這個政策上說 你對台灣 即是你加速要統一台灣 而且不排除用武力的 美國那麽擺明的話 我們會保衛台灣和你對弱個案的 這個又說對弱個案 我寧願不適用核彈 又好像寶京那樣 是不是 這個就不是只有你有核彈 即是大家爭拗這些 是不是 這個中美關係去到現在 是相當惡劣 相當惡劣 由於這個二十大 他講的是一個所謂的 即是台灣的武統的問題 令到我什麽時候都說了 你稍微了解兩岸政治 沒有台灣問題 只有中美問題 但現在你搞到 就不止是中美問題 是中國與全世界的文明國家 歐美國家的問題 即是你搞到現在這樣 是非常嚴重的 很難修補的 這件事 即是很多人說 打台灣 即是三天可以攻陷 那麽你打吧 不要在這裏吹 你拿一隻牛出來給你吹 是嗎 我不是入大嶼山拖一隻牛出來 吹吧 吹上去吧 不要在這裏講 即是講了七十年 你不厭我都厭 多餘的 好了第三個問題是什麽呢 中美關係 這個經濟是中美關係 第三 就是國內的房地產大嵐市 是影響銀行系盾的信任問題 大家記不記得 年初鄭州的銀行 擠提事件 到現在是硬押了下來 所以這件事 你又可以駁回美國芝加哥學派的一些說法 他說 全世界的銀行 一旦擠提的話 基本上銀行必死的 因為你的錢一定要貸出去 你的銀行才能生存到 你一全部人拿在錢外 甚麼銀行都死的 那中國就做給你看 不用死 因為可以用官方的力量 行政的力量 叫那些存戶不准提款 全世界只有中國做到的 美國真是落後 做不到 叫那些存戶 不是不給你 不給住 什麼時候給 不是有一個在珠海 有一個存戶 就告訴你 他存了1800萬 在銀行那裡 結果 銀行 沒有通知的情況下 把錢貸款出去 銀行沒有充公你 他說我把貸款出去 那你甚麼時候還給我 99年 比香港的地契還長 真是拿命 可以這樣的 可以這樣的 這個是很衝擊 國內的銀行體系 但是是的 這樣你 即是 未來的中國 是很多 很多很多很複雜的 所謂的地雷 再加上 二十大前兩天 爆發前兩天 平地一聲雷 突然間衝著 灰天鵝 黑天鵝飛進來 大家都不知道甚麼事 一個談截 一個義士 彭義士 彭在州 彭立法先生 用他的行動 平地一聲雷 即是警醒了大家 這是當代版的譚志彤 清清楚楚 告訴你他的訴求 我們甚麼時候都說了 人類在抗暴的過程裏面 極權永遠覺得 用高壓 高壓可以監控 一定可以控制住 但往往事實的發展 是背道而馳 所以大家不要懷憂喪 當在廣州傳出來說 在詛江河邊那裏 現在請甚麼 河邊監察員 好像三百元一日 人民幣 挺肥的 監察員看看有沒有人掛橫 白布 不給 一大幅白布 如果超過不知多少米 就要十名登記 還要問你買來做甚麼 孝子言孫 現在死人就慘了 我要白布 披麻大孝 要兩尺夠 心口掛掛就當大了 白布 白布都不給油 這些人聰明笨白 我不用白布 我用別的顏色布 用白油可以 這樣是否發展到 買甚麼都要登記 現在搞到在廁所噴漆 寫字 有人在廣州 我都說遍地開花 這些事情 一個做起 因為中文很聰明 又要用很多方法表達不滿 在廁所噴漆 結果噴漆又要登記 廁所又要搞監控員 你進去廁所做甚麼 進去廁所 快點 登記了名字 登記了 在廁所噴漆 然後 等人 你不要走 我看看裡面有沒有寫字 有寫字 原來你是一個反動分子 被人拘捕 柯篤士被人拘捕 是否無辜 所以 你這些這麼嚴格的監控 結果會出現甚麼 一定會反彈 你一到一個臨界點 反彈 我舉個很簡單 給大家聽 歷史上大家明白一件事 大家稍微了解歷史也知道 明朝的朱元璋 他一生最痛恨的是甚麼 貪污 他最討厭的是甚麼 太監 朱元璋在立國的時候 在那個殿前 幻官不得干預政治 犯者斬 夠清晰了吧 結果到他的孫 對元孫曾孫那一代 那塊牌匾被草遮住了 當時那個太監 是甚麼來的 這幾個甚麼字 哎呀 有些被人寫了甚麼 反轉去 蓋上去 搞定 真是很有趣 我為甚麼舉朱元璋這個例子 給大家聽 朱元璋反貪 結果明朝的貪污方式 層出不窮 貪污多如牛毛 為甚麼 綠不足以養臉 這些將來有機會 才跟大家講 即是說歷史的發展 只會選了某個朱元璋去扮演這個皇帝的角色 而你想改變這個歷史 這個軌跡的話 是做不到的 做不到的 這種人性的東西 為甚麼他們會貪呢 正如我所講 因為那個人工不夠 就想辦法 為甚麼 幻官干預政治 這個是另一個問題 這個是權力的制衡 一個問題 但是往往歷史的發展 不是由朱元璋的意志 不是由統治者 極權者的意志所轉移 所以大家看 他越是這樣 那裡壓迫那裡就反抗 你可以想像得到 當阿恆出街買一塊白布 要登記 即是古往金蘭買菜都要登記 即是元朝那時候 但現在在新疆都是這樣 就來甚麼都要登記 又沒有壞 你就做多些 做多些 那些人 就越反感 還跟你所謂建立 和下社會 是不是背道而馳 你發覺 你只要繼續這樣做 你就 越扯越遠 跟統治者和人民之間 勸是沒有用的 今上天眾英明 他認為這樣 當然要這樣 還有現在講那個甚麼人事 人事安排 今天又出了一個名單 又說甚麼 丁薛祥、陳敏爾、胡春華肯定入常 即是出了三個 換三個 大家亦都不要猜 我何時都說 我就會覺得 習近平 應該用他的人馬 在政治局 和捉捉常委 那裏 因為何時我寫的那個概念 都說 保時捷 一定用保時捷 原廠六令 原廠軚盤 原廠brake 車先戰 加速 真的 難道買淘寶 好 不可以的 真的 對不對 所以大家也拭目以待 所以我們有心理準備 我覺得今上千古一帝 民誠武德 對不對 先 那當然 當然要 拿著裝 說了事 我們也看回 在美國 最近有一個 曾經在列根政府做過 政治顧問的人 他說一段說話 很值得大家參考 他說 在美國的立場 歐美國各國的立場 他說 是歡迎有習近平這些對手 因為為什麼 他說 他說 習近平不像周恩來 和鄧小平那麼老練 他很容易被美國人掌握到 他的想法 他的做法很容易 相對來說 他說周恩來 鄧小平那些 我們還要估下 他會怎樣做 彈性在哪裡 所以他說 在中美發展來說 他說 美國有習近平這個對手 反而對美國可能是很有利的 他這樣說 這些美帝亡華之心不死 可見一班 但是我們中國幾千年歷史 我們有上帝保佑 祝他好運